大家好,这里是大树外厨房 想吃豆腐,自己在家就能做,再也不用买了 不用添加剂,吃起来营养健康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将黄豆加入清水,提前浸泡一夜 浸泡后吸走了水泡,变得非常圆润,饱满 换水将黄豆抓洗干净,沥干水泡 倒入料理机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将黄豆打开豆浆 然后把豆浆倒入绿带中 挤出豆浆汁液 过滤出豆渣 将过滤后的豆浆倒入锅中 开中火将豆浆煮熟 用勺子撇出上面的浮沫 不断地搅拌防止糊涕 煮至七分钟左右 豆浆开始沸腾转小火 再煮三分钟 关火静置十分钟 电饭煲先按保温键保持一个温度 碗中倒入50毫升的白醋 食用的白醋需要选择这种 成凉、酿造白醋 卤水、内脂、白醋都可以淀豆腐 用白醋来淀豆腐更健康 再加入50克清水 充分搅拌融合 然后将醋水倒入电饭锅内 保持温热状态 将豆浆放至85度左右 挑出表面的豆皮 然后将豆浆倒入醋水中 然后将豆浆倒入醋水中 搅拌一下保持电饭锅的保温状态 加盖 蒙十分钟 十分钟后 豆浆已经慢慢凝结成了豆花 篮子上铺纱布倒入豆花 把豆花表面整理平整 再把纱布包裹铺平 放上一盆水或者是其他的重物 压40分钟 时间到了将豆腐取出来 倒扣取下纱布 再把豆腐切成小块 看 美味的豆腐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 嫩滑 爽口 和外面买的没有差别 一样又健康 没有添加 吃着更放心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